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公元234年,五丈元,诸葛亮率军北伐,已是第六次 常年周世劳顿,诸葛亮又事无巨细 导致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五丈元的蜀军大盈利 精锐的蜀汉士兵正顶着瑟瑟秋风,认真操练 诸葛亮大仗中,光景却颇不寻常 往常这里只有众将议事时才齐聚文武 如今,司马懿坚守不战,暂无战事 仗中却也聚齐了百官 但这一次,可能是随诸葛亮北伐的将帅们 最后一次见到诸葛亮了 参军扬移,从成都快马赶来 写蜀汉皇帝刘禅亲笔信,见诸葛亮 他在帐外下马,见帐内挤满了人 不知自己能否赶上 他用力挤过众人,来到诸葛亮并踏前 诸葛踏侧,左边将围,右边魏严 身后王平,张仪等将施力 诸葛亮半躺在踏上,身后靠着东西 身上盖着他的棉被,双目紧闭,脸颊瘦削 几日不见,他的扶须全白了 姜伟等见杨仪道 急忙将座位让与杨仪 轻声问道,陛下有何书信 杨仪看了姜伟也,并未回他 只是轻轻将手一摆 旋即又看着诸葛亮 杨仪轻轻开口道 丞相 见诸葛亮没有回应,又问了一句 丞相 诸葛亮慢慢缓过身来 头朝又微微一偏 缓缓睁开双眼 眼瞼搭着,甚是无力 徐徐张口,声音微弱道 杨参军来了 刹那间 杨仪眼中勤满泪水 他握住诸葛亮的手 眼泪再也止不住 如雨点般巴达 巴达滴到诸葛亮的手上 诸葛亮使出最后一点力气 握了握杨仪的手 道,陛下可有言 杨仪连忙回答 有 丞相 有 说吧 取出流禅亲笔书与诸葛亮过目 然后道 陛下问候丞相 陛下问丞相 百年后谁可忌认 诸葛亮几乎不假思索道 五百年后 蒋婉即之 杨仪继续问 蒋婉之后谁又可忌 诸葛亮道 费衣 杨仪再问 费衣之后 诸葛亮闭口不答 杨仪见诸葛亮不说话 问 那丞相可还有什么交代 过了一会儿 诸葛亮张口道 你写 杨仪立即取了笔墨 接着 诸葛亮说出了那句流芳千古 感人肺腑的私人遗嘱 臣成都有丧八百株 博田十五寝 子弟一时 自有余饶 至于臣在外任 别无调度 随身一时 西洋余观 不别置身 以掌尺寸 若臣死之日 不时内有余博 外有银财 以赴陛下 诸葛之忠义 昭昭千古 后人读了诸葛遗嘱 无不为之涕零 但三国之对其遗嘱之记载 依旧有些简略 诸葛遗嘱中 博田十五寝 在当时 相比他的功德盖世 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数目 三国后一千八百年 我们从湖南长沙 走马楼出所的一匹猪简里 或许可以看出端倪 长沙走马楼简图中 有一则这样写道 刘李秋大女正曼 田田114亭 繁义寝81亩 这则简图翻译过来是 刘李秋此地 有一女子 是位护主 她耕种的田地有114亭 面积约义寝81亩 首先 这则简图记载的时间 是东吴孙权家河四年 东吴家河四年 是公元235年 诸葛亮是公元234年 秋去世的 所以 这则简图在时间上 与诸葛亮去世的时间相仿 第二 这则简图记载的 刘李秋这个地方 在当时的长沙郡 长沙郡在三国时期 虽然已经不像史记中记载 楚越之地 地广人西那样落后 但相比诸葛亮所在的益州 还是欠发达的 况且 蜀郡治所成都 在益州又是顶发达的地区 不压中原地带 第三 秦汉时期 百户为礼 石礼为乡 石乡为县 意思是 以礼为地名后缀的地方 通常有百户人家 有口则通常为四五百 以乡为地名后缀的地方 通常有千户人家 约四五千人 以县为地名后缀的地方 如曹操出逃洛阳被抓的中谋县 通常有一万户人家 有口四五万 再往上 就是郡 或者国和州了 而竹简中的丘 实际上和礼是对应的 只不过 丘是当时南方的教法 因此 琉璃丘只有百户人家 不过几百个人 综上 从这则简读中 我们能得出这样的认识 即便当时不如成都发达的长沙 琉璃丘这个小地方 只有一百来户 一个普通的农副家 所拥有的耕地数目 尚且有一寝八十一亩 与之相比 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 仅仅有十五寝天 树木的确不多 可以配得上他自己说的 薄田二字了 诸位知道 三国十七蜀国 原本就是最落后和最弱小的 一方面 蜀地发达地区太少 另一方面 人口少 且只有成都平原适合耕种 其余地区多为险要 当时 天下十三州中 蜀国偏于一州 吴国占两州 荆州和扬州 其余十州都是魏国土地 土地少 其中可耕地的面积又少 人口数量也少 综合起来 造成蜀国国力孱弱 因此 像诸葛亮这样 总乱蜀国内外一切事物的存在 但凡有一点私心 中饱私囊 对他易如反掌 可这样一来 原本就细血地耕地 又被诸葛亮私人占了去 必然影响当地百姓耕作 进而无法充分发挥 人口的生产潜力 最终影响蜀国国力 幸而 诸葛亮德行极高 又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类似后期姜维 为报刘美知欲真 鞠躬尽瘁 但经节律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保全输国 所以 他家中只有博天十五寝 但即便如此 他几次率军北伐 粮草依然不能撑过十日 所以后期 他才在魏国土地上 实行兵民和耕制策 就地取量 诸葛亮家中 只有博天的第二个原因 是他要亲自做出表率 为蜀汉百官和人民 立一个好榜样 以诸葛亮在蜀汉的影响力 他的一举一动 都能直接影响 数百万人的言行 这么大的影响力 如果他自己在德行上有瑕疵 那是一定要出问题的 轻则受人匪夷 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到蜀国根基 陈寿评价他 也着重指出了他为人表率这一方面 善无威而不赏 恶无谦而不贬 忠于邦誉之内 贤畏而爱之 行政虽俊而无愿者 以其用心平而劝谏明孽 诸葛亮能为人施表 不别致天地 以偿尺寸 蜀国百官就能贤畏而尽服 上梁正下梁其正 蜀国百姓也就能万众一心 保尽安民了 当然 除了诸葛亮自身德行极高外 当时与他类似的人其实不少 可以说 诸葛亮这样功德盖世 又不长尺寸的人 在汉末世大福中是一股风气 实在 夏侯淳 本性清俭节约 有多余财产都分给他人 自己不够了 就吸养于官不治产也 等知 为大将军二十多年 身之衣食 滋养于官 不苟素减 然终不治私产 妻子不免饥寒 死之日 家无余财 他们并不逊色诸葛亮 甚至比诸葛亮做得好的也有 比如诸桓 自身几乎什么私产都没有 所有产业都分给了亲人和手下 因此 湖南长沙走马楼这则剪毒 充分印证了诸葛亮家中的 博田十五寝 配合起他的身份来 在那个时代 的确非常节俭了 他所言不虚 也没有担当任何虚名 以及 他如此完善的私德 既是他能让蜀地摆光 和不依心服口服的原因 也是他能保全蜀境 不致急速败亡的理由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